台湾星期二下午一辆游览车发生车祸起火燃烧 包括24名大陆游客及台湾的司机和导游 都因为躲避不及不幸遇难 两岸关系目前已经启动了紧急联系机制 处理这项重大的旅游安全事件 好 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主播你好 永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事故发生的背景 及其可能的造势原因 好的 那么这起火烧车的意外 那么车上不幸遇难的这些24名大陆游客 基本上是来自于辽宁省的大连市 他们结束了8天在台湾的旅游行程 事实上在今天下午 本来是要搭乘4点半的飞机返回中国大陆 但却不幸的在下午1点多左右的时间 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了火烧车的事件 那么目前根据目击者描述 这个游览车在事发之前有摇晃的情况 于是接下来在车头出现起火的情况 然后撞向了路边的高速公路的护栏 那么大家非常的差异 就是为什么这个车上的人都来不及逃生 那么极有可能第一点就是说 这个火势实在是太猛太快了 第二就是说可能是这个路边的护栏 把这个逃生口给堵住了 所以车上的人是全部丧生火窟 那么初步的这个调查 那么根据游览车业界的这个人士也表示 这个通常火烧车是在这个车尾的部分 就是引擎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会在车头出现这个火烧车 他们也觉得非常怪异 那么他们也甚至推测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车的这个 有可能是有这个拼装车的这个情况 那无论如何 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故的调查 还要等待专业的这个鉴定去播 好的 那么台湾政府目前是如何 如何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事宜的呢 永泰 好 那么事件一发生之后 可以说是震惊了台湾社会 包括台湾的这个朝野 都表示非常的心痛跟这个震惊 那么台湾的这个包括内政部 还有包括到这个主管机关 观光局等等 他们都表示说已经成立了这个 紧急的应变这个机制 那么当然最主要就是要赶快的安排 就是说这个遇难者的这个大陆家属 能够来到台湾处理 后续的这个当上事宜 还有赔偿事宜等等的 当然还有包括这个事故的现场呢 都已经去尽快做了这个最迅速的这个处理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内的这个一些立委 他们也呼吁就是说 两岸呢 现在应该把这个政治反义边 那么尽快的来这个协助这个遇难者家属 那么还来好好的处理善后 好的 那么中国大陆对于这起事故 目前有什么反应 永泰 对事实上我们知道 在这520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后 两岸的这个陆委会和这个 就是这个国台办 之间的这个联系机制是已经中断了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 国台办的发言人马小光 他是这个表示说 对于这起事件也高度的关注 那么他们也希望台湾能够 好好的处理善后 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大陆方面将会派这个 一个工作组到台湾来处理 这个后续的事宜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协会和海基会 也因为这一次交通事故 那么都进行了紧急联系 那么相关的这个 后续的这个事件发展的话 我们会继续为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来做追踪 好我们感谢 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休息